大家好,我是MASA YAMAIMO 的變化方式很多 不是只有放入味噌湯裡面 利用它的特色可以做很多種類的料理 這一次我要介紹日本795常會預見的商藥料理 外觀是大阪燒很接近 但是它的口感比起來鬆軟很多 它配喜歡的沾醬還有喜歡的飲料 可以享受深夜食堂的氣氛 好,那我們就開始做 首先我們要準備日本商藥 因為要享受滑潤的口感可以削皮 有兩個想法 使用模擬板做成綿密的口感 還是放入袋子裡面用乾麵糰打碎 留一些口感 用哪一種方式都沒問題唷 放入烤箱 有的食譜會放入烤箱或煎下面而已 這一次我想要兩面都煎到金黃色 所以稍微定型一點 加入一點太白粉 因為裡面有包含醬油跟味力 比較容易焦 火力要注意看 你看唷 這種料理我的習慣是撒一點海苔片 在海外很少遇見切色的海苔片 所以我自己來剪一剪 一次剪多一點 放入保鮮盒冰淇淋 隨時可以使用唷 這個醬我自己挑選的 該用檸檬醋還是普通醬油都ok的 直接醬子翻面 還是先倒在盤子上面 再雲條 放回去锅子里面都可以 摸起来中间有一点弹性就好啦 放入油 加水 倒入锅子中火 小 surt入锅子 煮到鱼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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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居酒屋式 ヤマイモのふわふわ焼き 完成啦 這種清淡的料理 搭配清酒還是燒酒都很適合 有人會暫時直接淋上去 大家習慣的方式享用就好啦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鬆軟 它本身的味道很清淡 口感也很鬆軟 小朋友也一定會喜歡 因為還有一點剩下的山藥 決定做另外一個簡單的下酒菜 剛剛吃的下酒菜不夠滿足的話 做這一道非常的適合 我們先準備壽司飯 記得擺飯用熱刀 這樣子才會壽司醋容易吸收 海苔片準備小正方形的就好啦 就這麼熱了 砂糖 调味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寿司饭还有海苔片 很聪明的大家已经知道 另外一道是天马木寿司 我小时候常常有吃 切丝的山药放在白饭上直接领酱油 又好吃又营养 如果已经吃饱 直接用海苔片包起来也好 如果要做高级一点的话 装鲍鱼生育片也好 希望大家很轻松享受 深夜食堂的气氛 谢谢